生活 时事 音乐 我们什么都聊 我是王凯 我是We 无聊吗 现在就让我们一同开麦啦 欢迎持续锁定中广新闻网一同开麦啦 我是王凯 我是We 大家好啊 哈喽哈喽 上个礼拜大家应该有一些家长和一些孩子们 经历了非常辛苦的国中会考 恭喜你们可以放轻松了 对 恭喜你们终于解脱了 接下来就是要等毕业吗 分发和毕业吗 要先等分发 因为分数要出来 毕人就是年纪稍长 我的世界跟会考已经不是同一个机制了 你那一届是最后一届的机策吗 没错 我那一届是最后一届的机策 然后但我对机策已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印象了 你们那一届机策是不是只有一次的机会啊 就只能考一次 因为其实我连那一次都没去 你考的是 我是免试入学 你是免试入学 我从小到大都是免试入学 是当时所说的那个热学计划吗 对对对对在南部我们称为热学计划 就是那个东西 我记得好像北部人都会说免试入学 好像很少说热学计划这个名字 应该就是南部跟北部他们在那个说法的差异啦 用词有一点不一样 用词的差异 所以我当年因为在热学计划就是免试入学的时候 我就已经录取了我的高中 所以呢 后来我就直接退了那个机策的钱 我根本连考都没有考 这样很好耶 我印象中那时候机策好像每一颗都有一个总分 好像满分是412的样子 然后每一颗都有总分 然后换成我们这间会考之后 就压力还是很大 可是没有那么大原因是 分数不会那么的赤裸裸 它是一个等级式 它等于说会有A++ A加A 然后B++ B加B 所以所谓的5A就是代表说你五颗都是拿到最高级分 但是5A里面还是有分加加 就等于说我们里面还是有一个叫积分 然后我们积分其实加重起来 你还是会知道你的分数多少 然后换算 换算 只是说不会那么的赤裸 就是如果我今天是不清楚这个考试的制度的话 不会说你就是100分 你就是90分 但是比较难量化 这种感觉就有点像是好我给你都是5A 可是你可能考我可能考100分 你考90分 但都是在5A的范畴 但都是5A 没错 所以我们两个如果一起去填第一支援的时候 我们两个会一起进去 但今天名额只剩一格的时候 我们就会胜出这样 对 我们就会在细笔里面的那个什么 其他的积分的部分 哇好特别哦 因为真的是自己完全没有经历过那一个过程 所以你就会对这个东西比较没有那么熟悉 对 但我必须要说这个制度的好的面向是 分数不会那么的赤裸裸 但是缺点是 也是有缺点 就是有缺点 它的A可能分为假设这一届的英文 它可能是5题以内都是A 第6题以后就是B++ 那我可能错第6题 我可能错6题 我的集聚直接掉下去 就是非常的 等于说 一题定生死 等于说等于说我6题嘛 比方说我可能考88分 可是我在大家的那个比较 我已经被排到80分去了 就是它的就已经集聚到另外一个集聚去了 所以我这一届发生的问题是 可能很多人踩在那个边缘 它可能差一题就A了 但是它在B 它等于说就是 比方说5题A嘛 那它是错6题 那它就可能是B了 但它是B的最前面啊 它跟B排在一起啊 它跟考到B的人就是站在一起 那它就会影响它 就是填志愿的时候就会有影响 超级有影响 但是你说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 5A的人先比嘛 比完之后再是4A 3A 所以假计我今天我插那一题 我变成4A了 那我直接跟第一志愿拜拜了 你可能就是拜拜了 我先被挑掉了 这样压力真的也是很大耶 就是 对压力其实蛮大的 所以其实那时候一直在想说 这样改完之后会不会相对来说 台湾的这个升学压力比较小 但好像听起来并没有 其实我觉得没有耶 而且我发现压力其实更大了 因为我们面对之前的考题啊 模式啊方法都不一样 完全是全新的嘛 考生跟老师都很慌 然后都在研究说 那要怎么样去 就是去看这个制度 要怎么去玩 玩这个规则 要怎么样去让自己能够发挥最大的 对 其实压力是很大的 我们那一届发生的问题是 你往下一个阶段 你可能第一志愿 在填第二格的时候 它就会有 你的 你的志愿序 就是以四个分数 就是这样子 就比方说你的志愿序一 是六分 你的志愿序二 是四分 所以你的志愿序怎么排也很重要 就等于说你也不能乱填 因为它也是攸关到 你容不容易可以录取的一个点 就是按照我们以前传统观念的时候 可能考机车的时候 爸妈会说 你的前五志愿你就从台北 从高雄最好的学校停下去 反正第一志愿 反正停有机会嘛 每一天也不一定 就是你自己停你有机会 就是没有它就刷掉嘛 就下一个 所以自己也不一样 这很可怕 因为我是107届会考第二届 那106是首次的会考 他们就发生一个问题 因为他们志愿序 就是等于说 我刚不是说吗 只要降一个级距 你只要降一个等级 差一个等级就差很多 所以就会6分4分2分嘛 天哪 那压力就很大 然后就我的朋友 我听起来的感觉 就我们上一届的状况是 就会有些学长姐不敢填 那种好的学校 他可能就直接填社区高中 的确的确那时候 害怕说自己上不了学校 然后就会 结果出来说 他发现他的成绩 完全可以 是可以上更好的学校 这就等于说前面没有人 先帮你走过这条路的时候 就是你会很容易 迷茫吧 低估了自己的能力 然后比较迷茫一点 但我觉得不是低估自己的能力 我觉得是怕自己没有学校可以念 因为我刚好讲过说 你只要往下 你第二自愿变第三自愿的时候 你填错没填好 你可能就没有学校了 对对对 可能我自己 我看 因为我没有那个一个 上一届的对比 所以我自己觉得说 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在哪里 你只能自己瞎猜 对 瞎猜 所以导致那一届 我印象中很多人是 还有到第二分法 第二次分法 第三次分法 最后才进了那个高中 对 我们的上一届非常的混乱 一定的啦 我相信 因为你们算是第二届吗 对 就是前面还有一届示范届 但我们这一届比较不一样的点是 我们的音听是有采集成绩的 对 听力跟那个 还有国文的作文分开 对 等于说写作测验 另外分开 就是等于说 分开一个时间再写这样子 我觉得写作测验分开 其实是一件好事 是好事 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 我虽然没考 我没有考基测 但是我 总是会有模拟考 每次在模拟考的时候 因为它同时是你要作国文的那个题目 做完之后同时也要写那个嘛 你说当时没有分开的时候吗 对对对没有分开的时候是这样吗 我印象中就是等于说国文 因为我自己那时候有写过那种历届考题 然后呢它是选择题比较没有那么多 然后作文可能就是要你分配时间 你要自己想办法去分配好你到底要花多少时间在哪一个部分 但是你只要没分配好那就是挫散 你就会一起完蛋 你看你就会遇到说 我没时间去写作文 其实那样会很紧张 其实我觉得分开写比较 对我而言我觉得我比较会有优势 时间上比较充裕啊 对对对对我可以慢慢想说 诶那个选择题什么的 然后再慢慢写作文 而且我觉得作文 因为我记得那时候好像都是说 你先去看一下作文题目 然后再开始写你的选择题 那时候我记得学校的训练是这样 但是有时候我记得那时候 可能有一两次的那个模拟考 发生类似这样的状况 就是你先看完了 题干嘛 然后你就去写选择题 可能顺便开始构思 你要怎么写 但是最后呢 你就发觉你写出来的东西 文不对题 就想太远了 或是想太多了 然后就混掉了 我是觉得会这样 我理解你就是会分心啦 不过现在还好啦 就是有改变那个考法 但是有比较轻松吗 不知道 不知道 但我唯一知道的是 我觉得有变累 哦真的哦 因为等于说你原本可能 读文70分钟 你改成读文可能50 40分钟 可是你写作文还要再花个30分钟 哦 等于说你又要多一个考试时间 嗯嗯嗯 其实蛮消耗精力的 多一个滑体力的地方 滑体力的地方 对 哦这样就等于说多考一科的感觉啦 其实是这样 但我觉得其实这样对考生来说是好的啦 哦 是蛮好的吧 而且我觉得进行了现在这样几届啦 应该也 蛮多届了 应该是10届有了吧 我看我106 现在都已经112了 已经有 六七八年 六界了 六年这样 六七年 那大概应该会有 六七界的学长姐的那个 走过的路可以给学弟妹看一看 对 但我必须要跟你说 就是其实 作文很重要 因为我不是说作文跟国文的分数是分开 嗯 然后我们作文就分六五四 就最高是六嘛 嗯 那其实那个也会影响到你的分数 哦 就我朋友有人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写出来是六 那有人那种成绩很好 写出来是四 啊你说六积分 六积分 四积分 嗯 其实那个影响分数会影响得很大 真的 那个影响很大的 哇 也是不容易 我觉得当年就是 因为我记得我们那时候也是积分制吧 就是那个作文的部分 然后你每次就会在那边猜自己到底最终那个作文可以拿到积分 我觉得很刺激 对 因为我觉得作文这个东西蛮主观的 对 真的 就是有些老师会觉得 诶你写的文笔蛮好的 给你六积分 每一个老师对他喜欢的那个 叙述事情的方法是不同的 对 你到底有没有对这个考官的胃口其实也是很重要 我觉得那也是运气运气啦 嗯 其实考试有时候最终还是需要有一点点运气的部分 因为我觉得考试有运气很重要 真的考运真的是很重要 我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我自己数学比较微微的不是很好啊 就是中段版这样子 但我那一届数学其实拿到分数还蛮高的 因为我自己就是狂刷考题 然后我就发现说 诶就是知道那个规律 然后反正我那时候就是写不出来嘛 然后那刚好有个简答题 然后我就想说 好啦 我就照着那个规律写 就全对 真的假的 哇真的是考运刚好就是爆棚 对啊刚好就是降落在我身上 不过就是考题还是要写好写满啊 对啦对啦 而且要写工整慢慢写 对对 不过我们现在讲也都来不及了 因为毕竟你都考完了 但我觉得现在其实还好 因为我觉得好 假设你去到社区高中去了 你如果好 你是会考不小心失足 你不小心考不好 你高中 你就是有实力啊 你就用繁星计划 你说你也在很前段的话 你就可以更好的 你不用担心 对对对 你不用担心说你的未来会如何 只是说你要知道说 你在考大学的时候 不要再犯跟国中一样的错误 就好了 我觉得这个很有用 这一集这个东西超级有用的 就是也鼓励一下 万一你可能在这一次的考试当中 失常了那也没有关系 其实人生还是有很多希望和机会的 因为说一个认真的 你真的出社会的时候 人家是问你说 你大学读哪里 读什么科系 读什么专业 不会有人去看你的国中 你高中读什么 或是高中 可能会啦 但很少 但主要都是看你的大学 最高学历 因为我自己家里有一个姐姐 然后她那时候 因为我姐姐的很会读书 她就是学霸 然后她就考上第一志愿的高中 对 但其实她进第一志愿之后 她其实有一点点小小的挫折 因为她就从第一名校牌前十名 突然间跑到有点算是第一志愿的中段班 她其实有吓到 很多人其实 成绩好的 其实很多人都会这样 很容易这样就是 一进去第一志愿的学校之后 不习惯 对 因为平常以前在自己的学校可能 是佼佼者 是佼佼者 习惯了 但是突然跟这么多 那个县市最厉害的人 一起竞争的时候 压力很大 所以希望就是 接下来要进入高中就读的孩子们 加油加油 加油 不管怎么样 其实未来都会是最好的 对啊一定的 好啦我们先进广告休息一下 待会回来 继续回到中广新闻网 一同开卖啦 我是王凯 我是Wi 哇刚刚聊了 有点多 不好意思 突然不知道为什么 变成了一个劝势合集 对啊 但是大家还是要加油啦 对 但我还是要跟考生说一句话 就是 我觉得考试是一时的 那其实结果啊什么样 都其实都 我觉得没有到很重要 你只要知道自己来做什么 然后未来自己想干嘛就好了 真的 这更重要 就是你要知道 你未来到底想要做什么 没错 对了 打个广告 接下来我们未来有机会 也会来访问跟教育相关的地方 所以大家可以多多期待 哈哈哈哈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聊一些 最近发生的一些 重要的新闻了 重要的小事 重要的小事 最重要的小事 好啦 前一阵子有跟大家聊过了 北北基陶的那个 月票 那不 不只在北北基陶啦 包含在中部啊 南部啊 也都有这个东西了 对 那 因为我们自己 生活在北部啦 所以我们都是 以北部这个部分为主 那 我想先来问一下 我们的美女主持人 这1200的这个公共运输订期票 你会买吗 我会买耶 就是真的哦 如果我今天是很常搭捷运通勤的话 我会买 而且我觉得它就是怎么讲 它让我会想买的原因是 除了正常的捷运以外 客运也可以耶 是的 而且这一次好像是年桃园捷运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 基捷 也能用 但是直达车能不能用 我目前是还没有看到相关的资讯啦 但是即便直达车不能用 但我觉得能坐基捷就已经蛮好的 对啊 基捷等于说你就可以跑到那个桃园机场去看看玩玩 以往的1280是没有 不含这个的 不含这个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一次把这个东西含进去 然后包含在台铁 包含在客运的部分 然后包含基隆和桃园原本没有的U-bike 因为之前是双北嘛 那现在等于说应该都是含进去了 其实蛮划算的 我也觉得蛮划算的 而且我觉得它会让很多就是开车组啊什么的 转而进而的去 更愿意 更愿意去搭那种大众运输工具 的确因为你想说如果开车可能从 比如说基隆啊 来到了双北市好了 那其实不管是停车或是你保养维护车子的费用 其实也都 其实花费蛮大的啦 然后包含可能你车还会有一些什么拍照税啊 这些东西的 也是蛮不容易的 其实蛮好的 我自己是觉得 120这个月票如果到时候开了去啊 之后 我觉得我的那个叫什么 周末的时候 你就会 开心的那个台铁之旅 对对对台铁之旅 季节之旅 可能偶尔去桃园吃一下这个吃一下那个去中立玩一下 然后去基隆干嘛 海港啊 渔港啊 看看 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啦 因为我觉得它说不定就是在这样促进大家 走一个通勤生活圈 然后也更环保 更环保 这次蛮好的事情 而且我觉得它这样可以解决三峡那边的那个交通路舍的问题 它那一段的那高速公路超级赛车 很堵很可怕的 好 然后在这边呢 也提醒大家哦 目前呢 北北基陶的这个1200的公共运输定期票呢 在6月15号开始就会发行了 但是呢 是7月1号才能正式实施 可能那15天是有一点要分流 因为我觉得到时候 钢上一定是爆炸 大家会买爆 对 一定是买爆 所以它可能会有一个分流的部分 那也提醒大家 6月15号的时候就可以去查询一下 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 可以去看看 这个对你来说适不适合 有没有帮助 有帮助的话 我觉得1200其实是蛮实惠的一个数字 而且我觉得帮你自己省钱 也帮地球一把 何乐而不为呢 而且呢 我觉得这样子就会节省你的塞车时间啊 更省时间了 而且呢 你在这个空行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多做很多事情啊 比如说听我们的节目啊 也是也是 其实所有中广新闻网的优质节目啊 都是很有效的 所以就是把这件事情呢 也来告诉大家 那下一件事情呢 就是呢 仿效有线电视 YouTube推30秒不可跳过广告 天啊 我都已经买会员了 还是其实以后买会员是可以跳过的 他现在不是premiere是说会跳过广告吗 我目前在电视 就是YouTube的电视版 我因为有会员啊 我是没有遇过 但是我很担心 他会不会未来 这样的30秒不可跳过广告 即便你有会员 他还是照样给你 我很担心这个点 我也会担心这个点 会不会未来会出一个分 这是我自己的猜测 你说分阶层吗 分阶层 可能你只是一个普通的premiere 你可能是中度的高度的 钻石的 完全没广告 部分广告 完蛋了 一定要分门别类到这种程度吗 哎呦 YouTube不要这样子 对反正呢 YouTube就是在年度的活动当中也表示了 未来呢 有可能会有这样的30秒的广告 因为他们也知道啦 目前YouTube的商机其实是越来越大 因为大家真的太依赖YouTube这个品牌了 你不觉得YouTube有点电视化了吗 没错啊 现在家里的电视打开都是YouTube 哎 真的 没错没错 真的 而且其实现在如果比起有线电视或无线电视好了 其实大家当然更容易会去选择YouTube 因为我想看什么就看什么 而且没有任何时间限制 我可以自己去选择 我可以选择我需要的内容 我可以选择我想要看哪一个部分 比如说你可能以前看可能看戏剧好了 你不能跳 你就是只能从头到尾把它看完 比如说还珠格格 而且我们也算是被动的乐听者 对你要被动接收 被动接收 但是你现在是可以主动去选择我要的 我不会想看我就不要看 对我就跳过 它就会很明显的反映在它的观看数之上 对那你知道吗 根据美国的尼尔森的报告也说了 美国目前串流服务已经达到了多少 达到了34% 哇快一半了 对啊所以其实也是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大家我觉得这是一个趋势 到底会不会发生 我们只能继续看下去 发生了你也没办法 但是我有个好羡慕的地方 它的那个美国的电视使用率 它的广播跟它 它广播其实还占蛮大部分 对啊它其实还是有蛮大一部分的 对啊它其实它公共广播跟电视 其实差不多 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美国的国土面积比较大 嗯这是第一个 然后再来第二个 它们使用的是DAB 哦对对 它们是数位广播 声音又更好 所以我觉得它们在那边的 才是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和市场所在的 羡慕羡慕 没错好以下接下来呢 来到了下一个最后一个 今天最好笑最有趣最暖心的一个新闻 好想要好想要中大乐透 但是你确定你好想要中大乐透 那你愿意跟他做一样的事吗 你说捐出来吗 因为呢今天这一则新闻就是有一位男子 他中了头彩一亿元 一亿 然后呢他捐出了一半去做善事 好这一位先生呢 他中了一亿元 那大概最后折下来啦 就是找完碎之后 十拿大概是八百万 八百万八千万 少一个零 对不起 因为我没有拿过这么多钱我不知道 我也没拿过 十拿是八千万 然后呢他捐出了三千九百多万 等于将近捐了一半的钱掉 哇哦 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其实他是有一个故事在的 因为他这个这张彩券呢 其实是在台中大甲那边买的 对 那其实是当时呢 他呃就是等于说陪同他的朋友 陪同他的家人去拜访亲友 到了这个大甲这边 嗯 然后呢 反正他就是刚好买了嘛 然后那个时候 他就突然感觉 不舒服 胸闷 不舒服 胸闷 然后不舒服 然后他就去医院检查了 对 后来就是 有开到刀啦 有开到刀啦 反正就是蛮严重的 那当然情急之下就开刀了 那开刀完之后 等于说 哎 就好了 还好有救回来 反正于说就是在鬼门关前走一遭 所以他可能也觉得 这一次的这个 这个关是神明就是保佑他的 所以呢 他最后 得了这个大奖之后就决定了 他到大甲证人宫去拔签 所以他捐 那他也拿到了行签 所以最后呢 他就捐出了3945万 到这个 一些宫庙里面来啦 然后还有一些 医院啊 榮总啊 慈善基金会等等的 我觉得他真的很大方耶 他真的是一个慈善家 而且我觉得啊 你有看到他的那个 职业身份吗 他是传产业的主管 传产现在很赚 超赚 所以他其实收入本身也不低 对啊 但是我觉得 即便你收入不低啦 但是你还是愿意把 你所中的 那么大笔的金额 愿意分出来 将近一半出来 也是一件 我觉得很不容易 也很令人觉得很暖心的 举动 果真是 不愧老天也没有给错他钱 对 给错他好运 应该这样讲 就是钱可以再赚 所以就把这个 中到的钱就是分出去 分出去 让更多需要的人 对 然后帮自己积一点善果 我总觉得最后很像应该要卖个什么 手环之类的 你说那是什么水晶吗 对啊 那个可以博 没有啦 现在无业配 不好意思 如果有需要的话 欢迎请下这个我们中广的业务部 可以指评我们的节目 我们节目非常的优质 我会把你业配的好好的 没错 好啦今天这一段呢 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 听一首音乐 是来自于五月天的干杯 会不会有一天 时间真的能够退